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1月11日 我是FXCLAVA,财经学院的点评师林海涛 我们开始今天的行情分享 这是美元指数4小时图 价格前期这样一个反弹的话 上破98.00这样一个区间上延压力位 但是当前我们可以看到 一方面是KD这种指标出现了背离 那么60分钟级别 MACD的话也是持续出现了一个背离 那么这种背离实际上说明上弓的动能在减弱 那么我们再通过60分钟这样一个波段来看一下 本轮的这种上弓或者说反弹 这样一种上弓的话从区间的下延 97.15通过了1浪、2浪、3浪 那么然后4浪跌破了这样一个现象区域线 随后进行了一个5浪的反抽 那么这里一方面这样一个三浪的话 它没有突破区间的上延98 可以看到这里的区间上延是在98.00 那么另外一方面反抽确认了这样一个5浪的压力 那么这两个信号结合一小时级别 以及四小时级别这样一个指标背离的话 那么我们判断这里 梅值的反弹 它接近于尾声 也就是说它后市继续反弹的这种概率 要远小于后市走回落的这种概率 那么同之前级别看 我们通过小级别发现 当前这样的反弹的话它动能趋弱 那么之前级别看 上方这种压力密集区也是比较近的 所以结合压力以及结合动能减弱 那么当前的话谨慎追多 后市更可能会走这种回落 那么在美元指数反弹接近尾声 走回落的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么非美就很可能会沿来 一波这样一只跌齐稳 走反弹的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通过欧元四小时级别看一下 欧元从顶部 1.1175这样一个下跌以后 看到这里的下降趋势线被上破 随后进行了一个回踩的动作 但是这里的回踩并没有 持续地进行一个横向盘整 进行拉伸 那么继续进行一个回踩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创出新低以后 指标上KD上实际上是没有创出新低 有这种背离的迹象 这种背离说明这种下跌的 或者说回落的这种走势的动能在减弱 那么我们通过MACD也可以看出来 价格持续地创出新低 但是MACD的话它的底部是在抬高的 也是有这种动能背离的迹象 那么短线的话 我们今天策略是 逢低买入 那么买入的这样一个位置的话 从本轮上行以来 这样的回车位来看一下 那么一方面如果在四小时级别 价格开出阳线 站上这里的0.5回车位 大概是在1030这样的位置 如果四小时级别 用这样一个阳线站上去的话 那么就预示着 这样一轮回落 它的动能减弱的这种情况 已经转化为这种 反转的这种走势 那么我们后视预期 价格会走上行的这种走势 那么如果在四小时级别 我们没有看到这样一个阳线的出现 那么我们就在下方 0.668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大概是在1.0990这样的位置 去布局多单 好我们看硬帮 这是硬帮的周线级别 硬帮在周线级别上破 下降趋势线以后 那么正常线我们可以关注这种 回载趋势线所产生的那种 买多的机会 那么通过日线级别我们看一下 这样一个买多的位置 我们放在1.2600 那么一方面的话 是这样一个周线级别 趋势线的一个支撑 另外一方面也是前期 这样一个突破口 所形成的一个支撑 那么短线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价格当前处于这样一个区间内 震荡回落的一个走势 那么在四小时级别 这里有一个下降趋势线 日内的话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这样一个下降趋势线的一个压制 但是如果价格在趋势线 这里预阻 那么进行回落的话 我们可以短线关注这里 逢高做空的这样一个机会 但是如果价格在这里上破了趋势线 那么就预示着 从顶部以来的这样一个回落的话 得到一个奇闻 我们可以在价格上破以后 回踩趋势线的时候去买入 看一下澳元 澳元从周线级别看的话 上方是轨道的压力 以及31MA这样的压力 那么上一周价格收出了这根阴线 与前方的这根阳线的话 组成了一个看跌的这样一个刺透的这种形态 也预示着当前这样一个反弹的话 从0.6675以来这样的反弹的话 它遇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顶部 那么从世界级别看 价格在轨道 这个压力下方 连续密集的收出这种K反信号 那么上一个交易是这样一个阴线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确定性的一个信号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阴线跌出来后 实际上这样一个阶段性的顶部 得到了一个确认 因为这样一个阴线 把前期这样一些进行调整的这些K线的 最下方进行了一个跌破 那么今天之内的话 我们可以关注这样一根阴线的 二分之一 压力未出做空的这样一个机会 位置可以放在0.69 位置可以放在0.6880附近 那么止损的话 只要给到最上方即可 大概有50个点的空间 加远 那么加远在周线级别 仍然处于这样一个箱体内 震荡的一个格局 那么在下沿处这样一个企稳的话 持续进行了一个反弹 我们可以在小级别去找这种回踩 支撑位去买入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我们通过4小时级别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买入的机会的话 我们放在1.3160这样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 前期进行这样一个回落 那么这样一个回落 建立一个底部以后 那么对底部进行了一个突破 随后进行了一个回踩 回踩到了4小时级别的60M 那么随后这种拉伸的话 我们预期它 遇到阻力再次回落的话 我们可以在4小时60EMA这个地方灌注它 是否再次获得一个奇吻 买多的这样一个信号 看一下锐朗 那么锐朗在日线级别 地部通道以后 那么陷入这样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么当前处于这样一个区间的上延 以及前期下跌 这样的大阴线 它的开盘价压力位置下 我们今天继续关注0.9985 也就是前期这样一个 回落走势的大阴线的开盘价 这样的位置的一个做空的机会 价格在上个交易日的话 开出了这样一个阳线 那么基本可以吞没前方的这样一个上延线 显示这种多头的上弓它比较强了 但是我们通过它的这种 小级别的这种走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阳线 它是否是代表了这种多头的强盛 那么价格在震荡上行以后 可以看到这样的走势的话 还是保持的比较好的 但是随后有一个低开高阻的一个动作 那么当前的话这样一个阴线的话 如果吞没了这里 高开低走的这样一个K线的话 那么就表明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低开高走 低走低开 就是说跳空低开以后 它进行了一个拉伸动作 那么后续如果价格跌破 这里的最低点的话 那么就预示着这样一个低开高走的动作 它是一个出货的一种行为 或者说是一种片线的这种行为 那么这个动作的话 如果是发生在底部 或者说连续回落 然后产生了一个阶段线的一个底部 它低开以后再高走 它是一个吸货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如果发生在反弹的高位的话 它代表一种出货的这种迹象 所以结合上方的这种压力位 以及分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种 低开高走 那么被跌破的这种走势的话 我们判断这里的反弹 它很可能接近于尾声 那么可以关注上方重要压力位去做空 我们看一下日圆 那么日圆处于轨道 日前级别的这样一个上升的轨道 上方的话一方面是前期这样一个最高点 前期这样一个成交密集区 它所形成的一个最高点 是在109.30这样的压力位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 周性级别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与阻力转化位 在109.70 那么今天的话可以继续关注 109.30到109.70 这样的压力区域做空的这样的机会 好我们看一下黄金 那么黄金在4小时级别 可以看到依托这样的下降趋势线 进行持续的回落 但是这样的回落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KD的话 它的底部是在抬高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 一小时级别我们看一下 这样一个价格创作性低 MACD没有创作性低 那么持续创作性低 MACD在持续的底部抬高 那么从一小时或四小时级别 可以能看出来 价格从1512附近的这样一个回落的话 它的动能是在逐渐的衰弱的 那么在动能逐渐衰弱的情况下 前方又是前低的这样一个支撑 我们短线可以关注这里 逢低买入的这样的机会 那么逢低买入的信号的话就是在 4小时级别 看这里的下降趋势线是否能被上破 一旦被上破的话 那么就会预示着这样一个下跌的走势 它得到一个气吻 那么对于中长线的投资者来说 上方的这样的空间的话 大概是在900的空间 那么实际上下方这个支撑的密集区 也是很快到达 并且当前结合前期这样一个最低点 那么中线的投资者可以逐步在这里 进行一个买入 这里的买入即使被跌破 那么下方的话 我们从更大级别去看一下 那么中级级别 一浪上攻 二浪走了一个巨制型 三浪再上攻 四浪它大概的会走一个平台型 因为结合这样一个巨制型 波浪这种交替的一个原则的话 它会走一个横盘的一个走势 那么横盘走势的话 这种回落的低点 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回车位来判断 它回落的这样一个低点 大概在什么位置 那么382的位置的话 它是在1445这样的位置 那么50%的这样的回车位的话 是在1411这样的位置 那么另外一方面 四浪它一般会回车到三浪子浪的四浪 那么可以看一下 这样一个三浪 它的子浪的四浪在什么位置 这里是1234 所以这里的三角形的话 实际上就是子浪的四浪 也就是说价格这样一轮回落的话 它在走到这样一个四浪的一个 区域的时候 会得到一个起位 那么这样一个四浪 它的上沿是在1445 也就是和我们的0.382这样一个回车位 是有重合的 那么这样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区域的话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箱体看的话 这样一个箱体的支撑 或者说它的中轴 二分之一的这样支撑的话 也是在1411附近 那么叠加这样1411是 0.5的这样的回车位的话 那么中长线的话 一方面可以关注 当前这样的位置 价格是否有这种奇稳的信号 那么可以去中长线进行布局 那么更下方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在1445这样的位置去布局 那么价格到达1445这样的位置的话 那么这样一个震荡的 它区间的话仍然是保持的 如果这样一个区间跌破的话 那么就会走一个升幅的一个调整 那么升幅的调整的话 我们会在1411这样的位置去布局多单 但是结合这样的周线级别 浪行的角度的话 当时我们更关注当前这样的位置 以及1445这样的位置 做多的这样的机会 看一下原油 那么原油在日线级别进行这一种通道横盘上升的这种走势 那么前期开出这种密集的反转信号以后 那么当前价格也是延续这种回落的走势 可以看到上个交易日 在这种压力位下有这种长上瘾的出现 长下瘾 打到K线 然后收出来阳线这种走势 那么这种走势如果发生在回落底部的时候出现 那么是一种买盘强盛的这种走势 那么在这种反弹的高点出现的话 这种下瘾线多半是一种资金出逃的行为 我们可以通过 它的这种小时级别去看一下 这一根阳线的话实际上是前期这种下跌 随后直接微反起来 那么这种微反起来导致的这种阳线 它有偏线的这种行为 另外一方面反弹的高位出现这种微信反转的话 它是比较典型那种出货的一种走势 所以结合上方这样的压力位 以及这种微反出货的这种 这种K线形态的话 那么预期这里价格会继续延续这种回落走势 那么前期如果已经进了空单了 可以继续持有 没有进去空单的话 那么逢高都是买空的这样一种机会 并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 这个KD的话已经出现了这种背离 以上就今天的行为分享 谢谢